大家好 我們是基隆海事輪跡科 我們的作品是海上電力長程 太陽引吹 散裝船主要作為 紅豆、玉米、礦砂等君子 且以散裝運送資料出船 因為散裝船的貨長單樣化 所以不需要包裝沉河的城鄉 不怕擠壓、溢與蟹甲 所以都是單家大船 散裝船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為鎧匠型散裝船 第二種為鎧匠型散裝船 第三種為氫電型散裝船 我們之所以選擇散裝船原因是因為 有足夠大的蒼帶面積 讓我們控制太陽引擺 旅船出海部鎧 船上儀器和交付設備 會消耗大量的免燃 宜蘭南方奧運港有名 年輕船長假裝太陽的板 平常就靠陽光方電瓶出電 兩年下來剩下不少錢 還能做廣告 風一風去 這艘船就像別艘舞台一樣 船底多了一片黑色板子 天色漸漸漸漸 為了顯示海上 船上的燈具全點亮 不管是日光燈 警示燈還是彈照燈 船上電力都靠這塊太陽能板發電 我們在海上都會把 先關電 因為這樣就比較好 引擎關掉 我們就靠電池燈絲 然後我們就靠我們 這個太陽能板發電 將船改裝成環保魚船的 是這名32歲的年輕船長 蘭國昌 平常從事鐵材加工的工作 因為喜歡海釣 兩年前還下這艘船 花了7000元 往下太陽能板 成為南方澳漁港 第一艘太陽能板 第一艘太陽能漁船 一趟油淺下來 超多 省超30百分 這樣嗎 差不多 2、3、4 超五 一本啊 不但船上的魚探機 早餘設備 還衝水寶達 發美電 連船艘內的微波爐 也可以用太陽能運作 今天來到 好嗎 希望大家都能這樣 跳玩 不怕我 不天三更 看天人的 但郭昌很自豪 靠著自己DIY 讓每次出海都能省下 軟電背 而且還可以做環保 為環境盡一份行李 美食新聞 我們之所以 將太陽能板 裝在殘蓋上的原因是 太陽能板在正常使用下 並不容易損壞 而且 太陽能板 雖然成本較高 但是 如果 使用長久的話 成本跟使用柴油的情況下 是回覆圖 我們的追日系統 我們的追日系統 是由光明電阻 來感應 藉由PLC 作動於 部近馬達 使 部近馬達可以 調整 到適當的角度 我們的艙蓋面 內部 設有太陽能板 藉由自立馬達 將自立提起 至90度 再由 部近馬達 調整太陽能板的角度 調整角度 可分為 自動 或手動 自動模式的話 藉由 光明電阻 來固定 太陽能板的某種角度 或者是 使用手動 隨意改變 太陽能板的角度 這就是我們 太陽能板升級的模式 這是我們PLC的流程圖 流程圖可分為 手動模式 和自動模式 當我們切換成 手動模式時 電源燈就會亮起 接著我們按下 支幣馬達上升鈕 此時支幣馬達就會上升 風鳴器和運轉燈 都會作動 當支幣碰到上極限 支幣就會停止運轉 接著我們按下 步進馬達上升鈕 步進馬達就會上升 我們可以任意調整 步進馬達的角度 當步進馬達碰到上極限 此時我們可以按下 步進馬達下降鈕 使步進馬達下降 回到原點 碰到下極限 碰到下極限 我們就可以使支幣馬達下降 回到原點 切換成自動模式時 電源燈會亮起 電源燈會亮起 開始計時 計時一到 支幣馬達就會上升 風鳴器運轉燈都會作動 計時一到 我們會藉由光明建築 分為30度 X11 60度 X12 90度 X13 我們是算出 步進馬達的步進角 藉由計時器 算出它精準的角度 當光明電阻 都沒作動時 步進馬達就會下降 到了下極限 支幣馬達也會下降 回到原點 到下極限